读书 童阿姨 你老了 但这房子几乎没变 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带孩子 过得还挺好的 其实 你妈妈给了我很多 学学 你带孩子去拿一下礼物 好 走吧 你的意思是我妈一直都知道 你叫我妈妈 你可以说 他都知道 他现在也不知道 妈妈 你真的不知道 他一直在做什么 都知道 懂 他 和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是一个真相 能让我面对的真相 你可以怪我 但不能怪你的妈妈 怎么 你们俩现在还成了可以互相理解的关系了 虽然你妈妈性格强势 说话刻薄 我一点都不喜欢她 可我也是佩服她的 她为了保护你 维护你父亲的形象 她隐瞒真相 把所有的苦都自己一个人扛 然后又凭着一个玉美令 从头开始 现在事业和财富都有了 以前 我以为 抢了她的老公 就赢了她 后来我发现 我这辈子都赢不了她 因为她 根本没有给我一个 能跟她一较高下的战场 妈 你看我心想事成 平衡车 真的 谢谢你啊 哥 你叫我什么 哥呀 难道你要我叫你叔叔 叫哥哥是对的 你叫什么名字 赵妍 你呢 成立 那我们俩合起来 严厉 那我先走了 好好学习 再见 什么时候再见 以后每年你爸 今日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草木吧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陪我去喝酒 大白天喝酒 花生米 毛豆 纳扯花隔 再来一瓶二国糖 好嘞 来吧 菜都一样 味道却不一样 你以前来过这儿 这里离玉美林工厂走路不到十分钟 我小时候爸妈去下班 他们就让我在这里等他们 然后点几个小菜 一瓶二锅头 吃完我们就一起回家 老板 再来瓶二锅头 好嘞 你干吗 你一个人喝多美酒啊 我陪你啊 烦油啊 寄孩子 干杯 我觉得我可怜 可我看到赵妍之后 我觉得她比我更可怜 一群不负责任的大人 硬生生给她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人生 好嘞 走 程总 程总 你也来了 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啊 大白天的你陪他喝酒 我觉得他喝点酒 会好受一些 而且 他更需要你陪他喝 妈 我小时候记得你挺爱笑的 不过这些年 你笑起来什么样子 我都不记得了 来嘛 像一个 妈 你也老了 都长周文了 好了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怎么说真话 我看了赵妍那孩子 一比较 才觉得我真的不像我爸 我跟你太像了 绷着脸的样子 死要面子的性格 简直跟你一模一样 虽然我不喜欢你做事的方式 但是这些年 你辛苦了 听好了 也许这句话 我以后再也不会说了 这些年代 suicid 好好听 就那么难说出口吗 那么多随你吗 这下雨 就你来 你一直过来 你不愿意 谢谢观看